哈盖书 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 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盖 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 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 那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盖说 这殿仍然荒凉 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 现在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 你们吃却不得饱 喝却不得足 穿衣服却不得暖 得工浅的将工浅装在破露的囊中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 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盼望多得 所得的却少 你们收到家中 我就吹去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殿荒凉 你们个人却雇自己的房屋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所以为你们的缘故 天就不降干露 地也不出土产 我命干旱 临到地土 山岗 五谷 新酒和油 并地上的出产 人民 牲畜 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 那是撒拉铁的儿子 索罗巴伯 和约撒达的儿子 大祭司约书亚 并剩下的百姓 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 和先知哈盖 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 所说的话 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 存敬畏的心 耶和华的使者哈盖 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 耶和华说 我与你们同在 耶和华激动由大省长 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 和约撒达的儿子 大祭司约书亚 并剩下之百姓的心 他们就来 为万军之耶和华 他们神的殿做宫 这是在大利乌王 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三次之四字幕